每年的神明绕镜都有许多信徒在各地形成静香团 北高武德宫的香客大楼融合了传统的宫庙文化和东方禅学 加入了现代美学设计 让露珠的香客有不同于以往的体验 记者现在位于武德宫香客大楼的房间内 一推开房门就能看见两张舒适的双人床 墙上还有现代禅风的画作当作装饰 进到房间内就能闻到浓浓的艾草香 而香气的来源正是这块艾草平安灶 它代表着屈鞋和亲近身体的功效 足以看见武德宫香客大楼对香客的用心 武德宫的香客大楼被誉为全台最潮的香客大楼 但现在看到的香客大楼是重新翻售过的 它的前身其实是一栋由红砖所建成的古朴大楼 我们外观所以你还是可以再看到 蓝坑上是非常传统的梨龙的那个装饰 可是下面却是很多人说工业风 现代禅风的方式的铁键下去呈现这样子 其实如果要跟您说翻修之后人数节节高升 那觉得是骗人的 第一个以前是通库式的 它一个房间就最少可以住40个人 然后可是现在都是套房式的 所以是取决在于你要量还是要值 武德宫的香客大楼不只局限于提供香客住宿 更是透过办理各式不同的活动 来推广北港当地的文化和经济 我们希望赋予它更多的可能性 对那包括在北港在地也是一样的状况 我们也有脚踏车 是免费提供给住客的 希望他可以深入一点的去了解北港 武德宫和香客大楼打造成旅店的风格 打破了民众对于从前香客大楼的印象 武德宫的香客大楼 我觉得跟一般公庙差别蛮大的 那可能它里面的一些设施啊 跟里面的一些装房设计 还有整个整体的这个大楼的感受度 比较感觉要有点文清风 然后比较宗教气息蛮浓厚 那住起来很舒适 因为像有一些别的庙宇 可能它的厢房就是大通谱啊 或者是一些隐私啊 或者是什么就觉得让人家很麻烦嘛 对所以就会想说不想住了 就回家这样子对 那如果是改成这样子就蛮方便 对 武德宫的香客大楼 从不以一体设施为吸引香客的重点 而是希望来这里参拜的香客 能有更精致舒适的体验 举例好了一个健身房 不用啊我们不需要健身房 因为有住客他清晨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的庙城打了两套拳 对他就说这非常好啊 空气很清新 场域超级宽大 武德宫的香客大楼 提供给民众一个宁静 能安放身心的地方 来旁的香客能在这里 达到身心仪的放松 富足自身的心灵后 才能用更强烈的心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中正一报宋宇瑞 书与平 渔民北港报导 请不吝点赞 谢谢员 看员